请拿河满在暗的咖啡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 留下沉映的嘴 Hi,我是Nancy 今天我们来学告白气球 这首歌的音频呢 我已经上传到了网易与音乐 可以在那收听还有下载 视频呢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优酷频道收看 好,那这首歌我们主要练习的知识点 两个 第一个是恒暗 第二个呢是拍弦 恒暗呢我们其实已经在很多歌里遇到过了 如果是一路看着我的视频 学吉他过来的话呢 应该现在已经掌握了吧 如果你还是新手的话呢 可以先去我的微信还有优酷 看一看我以前做过的视频 去学习一下恒暗 那拍弦这个知识点呢 最近我在视频里是用到比较少 那之前呢我们在Love Yourself 还有简单爱 还有好想你 这几首歌里面都是有练习过的 可以作为这一首歌的辅助练习 好,那我们来看调音的部分 这首歌呢如果是按照周杰伦的原调来唱的话 需要把变调夹夹在二品的位置 好,这个调呢其实男生唱啊 通常会觉得有一点高 所以男生唱这首歌的话呢 你可以不用变调夹 甚至是降半音都可以 降半音的视频可以去看一下 那女生唱这首歌的话呢 像我在我的谈唱视频里面 是夹三品位置的 对于音域比我要高的女生而言 你还可以夹在四品 夹在五品都可以 好,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首歌用到的和弦 从前奏开始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和弦呢 是D还算是比较友好的开始啊 然后滑两个下来 第三个和弦呢出现了很暗 那这个很暗的部分哈 在谱上看来的话呢 其实你是可以用 不用很暗啊 可以用这个分开的手指来代替 但是很暗的好处是 它比较方便你的下一个 就是把很暗松开的这个 你需要用到的是三弦的二品 这个音 所以我就直接用很暗一起去解决了 这样你再换和弦的难度就会小一些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和弦呢 又是这个D 但是呢是要把中指抬起来的 简单了一点 对吧 依然是在滑下来 好 然后又是这个很暗 然后呢是一个什么都不需要按的E和弦 虽然说是什么都不需要按 但我还是把这个和弦的名字哈 在谱上标了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空的格子哈 空的原因是呢 我们没有弹到需要左手去按那个音 所以左手就干脆放开 右手注意拨到的琴弦是六四三二 这四根琴弦 好 然后是一个全部的很暗 我们需要的音是六四三二弦的二品 所以就全部用很暗去搞定了 再往后呢 再往后呢我们把这个很暗缩短 从他到他 右手依然是六四三二啊 这几根弦 然后又到了他 B 和一个A 但是根音是升C 对 这个地方你得用很暗去做 是最简单的方式啊 好 从这个A换到下一个BM7的时候呢 你的左手需要做的变化动作 是食指往前伸到五弦上按紧 无名指呢往回收一根琴弦 到四弦上面 然后再加上中指 就从这个A变成了BM7 那前奏的最后两个和弦呢 是一组E 以及他的大三和弦 好 这两个和弦的变化呢 就是食指和小拇指的变化 中指无名指是按住不动的 那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前奏的那一段主旋律 我是用Yoke Lily去代替的 我会接下来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教大家用Yoke Lily弹那一段 但是如果你是一把吉他去弹唱的话 这段就空白了 所以呢前奏的主旋律 你可以用嘴巴去轻轻的哼唱出来 好那我们就跟着这一段主旋律来听一下前奏 这就是前奏部分的和弦 好接下来主歌的段落 我们一共用到的是五个和弦 比前奏要简单多了 我们来大致听一下这一段 然后再重复 OK这是这一段的和弦进行 右手部分我等会儿讲啊 再往后的一段呢 增加两个和弦 第一个呢是B这个鼠七和弦 还增加了一个呢是这个E 呃带横暗 好 它的和弦进行是从这个地瓜二开始的 你说你有点难追 然后滑两格 想让我指南而退 然后是这个 礼物不需挑最贵 然后很暗 只要想写的落叶 然后你会发现 它这两句话虽然说 意思是你追我的时候 不需要送很贵的礼物 但是给了你两个还有点难度的和弦 所以你可以领会一下里面的深层次的含义 是什么 好继续往后 营造浪漫的约会 不害怕高达一切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OK和弦进行 好到副歌的部分 新增加的和弦的话 是这个 一个是踏 还有一个呢 是踏 和滑下来的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两个和弦 好像和他们很像 但是完全不一样 你要注意到 品格不一样 琴弦也不一样 OK 他们听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所以一定不要弹错了 好这是副歌 那副歌整个的和弦进行 是从它开始的啊 好这两个和弦之间的转换 滑下来的时候 你选择用中指和无名指去按这个A挂2 然后往下滑的时候 中指不松开 滑一格 作为一个定位呢 下一个和弦就比较好一把的按住了 所以是 抬十指 滑中指 然后再按下去 到下一个和弦 OK 就是转换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 很轻易 都会讲这个 再重复 亲爱的 别任性 你的眼睛 眼睛 对应的就是 眼睛 这两个和弦 然后 再说我 愿意 OK 那说完了整个的和弦进行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 右手不分的手法 好 这首歌主要用到的哈 拍弦的这个手法 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说了 我们在love yourself 简单爱 还有好想你 这几首歌里面都有用到过 作为补充练习 那动作本身是怎么做的呢 好 我在视频里面呢 主要是用右手的大拇指 从这个地方哈 就指头的侧面 一直到差不多大预计 这么一场块的地方 去拍低音的琴弦 你听到的是这个声音 好 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呢 你的手腕要非常放松 好 稍微带一点转动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拍 得很响 如果你觉得自己拍出来的声音 不是很清脆 有可能是因为 你的手太靠后了 这样是不好拍响的 杠杆原理 对吧 还有可能是你本身琴弦和 那个纸板之间的距离太高了 也很难拍响 那这个呢 需要你去调节一下情景 关于这个拍弦动作的 第二个难点哈 就是拍响之后 需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这个节奏 是和柱是和弦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需要考虑拍完了之后 剩下的这三个手指头 要很快的抓到 你要抓起来的那个琴弦 要找到位置 那这个动作呢 就是需要你通过练习 来熟能声巧的了 OK 这就是拍弦的动作 那我们挑这首歌里面的 两个主要的节奏型 来进行练习 第一个节奏型呢 长这个样子 好 它的里面呢 有一条延音线 对吧 延音线我们遇到过很多次了 被它连起来的两个相同的音 后面的那个就不弹它 延音嘛 前面的那个呢 要延续到后面结束为止 那我们来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的看一下 这条节奏哈 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大拇指 拨跟音 也就是五弦 第二个动作 这三个手指头 一起把四三二三根琴弦抓起来 第三个动作 拍 第四个动作 再把四三二琴弦抓起来 接下来的动作就是 延音什么都不做 让这个音延续 第五个动作 这是第五个动作 然后第六个动作 再抓起来 第七个动作 再拍下去 第八个动作再抓起来 所以连起来就是 一 二 三 四 空 六 七 八 好 再来 把七拿好啊 我们现在左手就先不加和弦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练 准备 我们先用慢速来三遍 一 二 三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OK 速度稍微快一点啊 一 二 三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仅仅跟着我刚才呢各位说的练习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现在可能需要把视频暂停下来先把这个节奏型练熟一点再继续看好我们现在呢来跟着歌曲的元素来过一遍这个节奏型哈准备好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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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接下来第二个许元练习的节奏型啊他没有了延音线嗯简单一点哈呃然后在拨拳的那个时候有一些变化OK我们还是一个一个一个了 来看哈第一个动作我跟音第二个把高音抓起来第三个拍第四个再来一次跟音OK 第五个还是抓高音的琴弦第六个依然啊只不过具体的琴弦有一点变化第七个是拍第八个是再抓起来 练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慢锁来练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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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你能够单手的练到这个程度 这首歌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这就是关于这首歌的 左手和弦和右手的主要节奏性 接下来我们要就这个谱里面的 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去点一下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份谱 好 第一个需要看的是在前奏部分 第三小节 这里有一个细节 我们先听一下 就是开头对吧 就是这个音 这个小节最后一个音要注意 就是要把这个横暗的小拇指给松开 注意细节 好 第二处细节呢 是在谱的第十三个小节 第十三小节 那个谱上是每一行的最顶头 会有一个小的数字 那个就是小节数 可以根据那个去数 不用一个一个的去数 好 第十三小节这儿呢 忘了 这个地方 第十三小节这儿呢 细节是在于一个根音的连接 我们听 留下垂音的嘴 OK 这个六弦四平的根音连接非常重要 不要把它省略掉 好 然后再接着 这个地方 好 这是第二处 第三处需要说的细节问题呢 是在谱的第十六小节 这儿我们用到的和弦呢 是B M7 好 也是一个根音有关的问题 哈 我们在弹这一段的时候 微笑再点声飞 好 后半小节 那个根音 我们要弹的是六弦空弦 所以你会听到 有一个细微的变化 OK 这个地方哈 微笑再点声飞 好 我们就继续弹 然后再往后 第四处需要注意的细节 二十三小节 也是和根音有关 这里呢 我们有两个小节 都是用的B7和弦 但是根音有所不同 弹的地方有点不同 前面一半是 讲写的落叶 营造浪漫 营造浪漫的约会 不害怕高在一切 就是这个 不害怕 这个地方对应的哈 这小节开头的根音 变成了这个四弦 所以这两个小节 是不一样的 先是 营造浪漫的约会 推进一步 不害怕高在一切 所以你整体右手的琴弦 从 五四三二 变成了四三二一 这是第四处 接下来也就是它后面的 第五处细节 是二十四小节的 这里呢 我们会遇到三个休止符 三处休止符呢 都会涉及到 制音 也就是说 用你的右手 去把琴弦的振动给制住 所以叫制音 我们先听一下哈 它和前面连起来 不害怕高在一切 拥有你就拥有 全世界 就是这个地方 休止符的地方呢 你都需要用右手 去把那个振动的 琴弦闷住 比较明显的 这个制音是在最后 全世界 弹完了之后要盖住 全世界 而不是全世界 就不干脆了 然后在你盖住之后 要唱全世界 亲爱的 然后接下一段 OK 再接下来我们要看 是二十九小节 这里是遇到了一个滑音 滑音这个技巧呢 我们在之前预见的 那个教学里面 是讲过的 好 这个地方哈 从零到二到四 五弦上面的这个变法 先听一下 OK 这个小节 首先零 右手用大拇指去拨 五弦的空弦 二是左手 我推荐的指法 是用无名指去按 二平 从二到四 有一个很短很短的斜线 这个斜线 它是斜线 它只是看起来很短而已 这个斜线呢 滑到四 意味着你需要用 左手 无名指 在按紧 二平的情况下 往四平滑 滑到四平之后 继续按紧 整个过程都是按紧的 滑完之后的动作啊 第四个动作是 拍 然后后面半小节就很简单了 连起来就是 右手 上左手 滑音 拍 拍 再加上 它们那个音的长段不同 把节奏加上去 就是 OK 如果你的滑音不是很响 或者是有打平的声音的话 说明你在这个滑动的过程中 手指没有按紧 好 按紧一点就行了 这个就是考验你无名指 力度 还有耐力的时候 好 这是滑音 接下来是 三十一小节 依然是一个休止符 至音 你的眼睛 你的眼 至音 然后 眼睛 眼睛 眼睛之后的这个就 让它有眼影 OK 再往后 没有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这份谱里面的七个细节的问题 在后面的重复段落里面呢 细节问题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不多说了 希望你能够把它们都弹出来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所有内容 像谁的回忆 一整瓶的梦境 全都有你 搅拌在一起 亲爱的 别人心 你的眼睛 在说我愿意 男鹰吉他小屋 我 对 这个 你 就是 就